昨天有一宗移民港人回流 醫病趨勢 部份住公園 議員速檢視 有些人回到香港醫病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東方的ONCC的新聞 因為看新聞都要很小心 最近很多假新聞 多次移民潮 估計數以百萬計港人宅居海外 港府不會剝奪移居海外港人的永久性居民身份 不用你講就知道 他們只要持香港身份證便可反香港 接受公營醫療 消息人士指 消息人士是甚麼意思 所以有些假消息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消息人士 留意到有回流醫病的趨勢 不少涉癌症等重病 私營業界止相關現象持續多時 部份反港者在私院作前期治療後 會再轉介公營醫院 立法會議員認同 未來有需要作大數據分析 識別程度有多嚴重 避免本港資源遭濫用 即是怎樣 回流那些人就不醫了 瘋了 想說甚麼 即是叫大家移民前三思 你移了我不能治療你 他是不是想這樣 我們拿著身份證 就一輩子都是香港人 基本身份 兼且拿了本B才是雙重身份 這是緊的 大哥 現在不回應了 你過來治療嗎 不治療 治療了香港 一直住了幾年的人 會不會是這樣 排了優先次序 其實我們英國都有醫療系統的 我們免費的 其實都可以醫病的 但當然如果你說醫療的制度 合適香港人的情況 應該就是香港會好些的 有些病歷和亞洲人的系統去醫治別人 去醫治一些亞洲人 香港人 理論上我也覺得香港會好些的 有些醫療 但是來得英國入鄉隨俗 對不對 沒有的了 有時候真的頂眼上的 很多事情都是 英國是有些事情 一定沒有香港那麼好 但是你寄望 這裡住好了 生活好了 健康都會好一點 想一下 消息指 公園有為數不少 還者為早年移民 還與香港沒有顯著的居住聯繫人士 也有退休公務員 對於政府會否探討相關環節 據知政界中 對相關現象曾有零聲交流 但沒有正式會面和討論任何政策方向 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原指 港人約回港居住及使用醫療服務 當然歡迎 但持有外國國民身份 長年定居海外 且指交外國稅者 應否有同等的康代 值得政府思考 另一議員陳家沛認同 福利應具針對性 如早前派消費券也不派遇民者 但帶前提是需要有大數據分析 掌握是否存在濫用灰色地帶和嚴重程度 即是現在決定不依香港人 移民的香港人想計劃 在移民之前就想想想 無法醫治 究竟你信不信英國的醫療系統 現在已經大救了 所以香港永遠都是大型的柏狗遊戲 是對賭遊戲 我現在和你們香港人對賭 你夠膽走 我不去治療你 醫療界清 值得存在回港醫病現象 仰和醫院醫療集團指其下 質疾治療中心啟用口 有癌症患者專程從外地回港治療 中大臨床總留學系教授陳林子 相關病人近年微升5至10% 私家一年約5至10人 部份在私家檢查後會轉回公園排隊 資料顯示醫管局治療癌症患者負擔 逐年遞針 2、2、3年度開支近14億港元 禁六年前增如賠 因港府未有正式統計移民人口 按入警署數據 全港現有684萬人以換治療身穩証 佔須換証804.7萬人的85% 換言之約120.7萬人仍未換証 扣除估算52.2萬宗預期 換証申請即有68.5萬張究證 既然有人還未返港 那整篇文章想說什麼呢 即是他遲些可能又立法 即是說你們香港人醫病 就一定要拿水電煤單 最簡單 你拿5個月的水電煤單給我看看 你是不是5個月住在香港 不是的 不好意思 那你排隊就遠一點了 這樣 不是那麼急 因為你移民了 叫英國醫你 現在出了很多古惑招 不想醫香港人 我覺得作為香港人 我覺得都有點志氣 移民那些真的不要回香港 你可以探襯 但是醫病是英國醫 我們宗主角有什麼沒有 我們英國有什麼沒有 有什麼醫不到 一定解決的 首先我覺得要保持 因為病其實也要保持樂觀的態度 你要對英國有信心 有樂觀去看這件事 雖然英國的醫療NHS系統 都有點難的 有時出了 看新聞都知道 經常有爆炸 醫生很不空 所以我自己覺得 移民其中一個覺醒 或者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自求多福的過度來 因為我過度來也有病 偶爾也有一些傷風感冒 發燒這些都有 我自己也是醫治自己的 我暫時就沒有看過醫生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看 我自己覺得要有覺悟 要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要過來這裡生活 也未至於天生天養 不過你先不要太依靠任何事情 我們香港很依靠ABCD 出去吃 出去醫生看 有醫生看 依靠政府 很多事情都依靠 依靠之後 然後怎樣 就永遠走不掉 對不對 那個政權說什麼 說什麼就什麼 對不對 要你唱歌就唱歌 對不對 就是 剝奪了你的權利 就剝奪了你的權利 你都沒有話說 對吧 叫你收聲就收聲 就沒有了自由 所以在香港很不同 在香港 就真的 吃好 住不好 醫療好 很長命的 可以拖到很長命 英國呢 就是住好 醫療就可能差一點 自求多福 拉上保 其實可能差不多 其實是 生活質素來說 但是整體而言 我也覺得應該好很多 因為 一人二義 如果你有病的 很重的病 可能香港會適合你多一點 其實 但很難說 可能你過來 水土不同了 都醫好了自己 其實 等等 但是當然 有很多香港人 都是騎場的 就是我認識 一些香港人 都知道的 其實他們都打算回樓的了 有些都 不是真的 來到 住得那麼開心 這樣 對英國也有很多 不喜歡 這樣 可能會真的回樓回去 看醫生 或者覺得 這裡的醫療真的有些問題 不適合他 醫療 醫療 一直都是移民之前 要想的 一個問題 這裡 不是天堂 來到 立即醫好你所有的東西 甚至會得病 對不對 我在香港 因為那時候 封城 過戴口罩 好像沒有那麼多 這些 什麼 疫情的病 現在來了 就 一年都蒸一鍋 金 給我彈一下 這樣 也有的 真的會有這些 但是 19年之後 全世界都在爆這些 疫情 你都不能避免 其實 有時候真的要靠自己的 體質 去硬接這些病毒 去共存 這樣 我自己覺得 所以 19年之後 全世界呢 都是 尼曼著 一個 健康的問題 除了戰爭 這些 政權的問題 健康這個問題 都是 我覺得 接下來 大家都要想 大家都要 我自己都 覺得 今年 我年尾就是了 都要開始想健康的問題 就是 我覺得 我做事 我做到事 就沒有問題 健康 都 一直都沒有問題 去到 去到12月 接著真的病病的 就開始 想一想 為什麽會 發燒 那類 我自己 就一定 我又不會回香港 就算 有病也好 都不回香港 坦白說 因為香港的政制 都不是 都不適合我 是吧 第一件事 還有 這裏 真的是我家來的 我覺得英國 又買了房子 住了 年多兩年 又熟悉了 整個萬成這樣 我歸屬感 就很強 在這裏 坦白說 雖然過了兩年 但是好像 在這裏 過了二十年 已經是 那個親密感 已經是過了二十年 但是香港 過了三十幾年 但是感覺上 還是很陌生 即是 沒有地方是屬於我 這樣 即是 亦都是 哦 原來我 那個政權是 和我讀書時期 那時不同 我學講句話 已經是要坐牢 對不對 國安法前 國安法前 國安法後的 時期 已經是 天同地 比了 以前可以去過集會 現在去過集會 就說 你非法集結 凍節 就拘捕你一年兩年 這樣 很不同 就算有病 都不會回去 我自己這樣看 就趕著這麼多 都可以去看 在那裡 會不會回來 會不會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